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 今天是4月19日星期三 由于井仔家里有些事情出现了 所以今天就不方便在新浦江那边拍片 继续留在家里处理 今天会和大家说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关于港岛区停电的新闻 虽然晨早新闻都在家里说过 不过这件事过多几个小时之后 就有立法会议员开始发觉有点不妥 因为他们是立法会议员 所以他们知道的细节就比起我们小市民多 发现就说原来停电对于电力公司来说 不单止不会有惩罚反而还会有奖励 这个奖励不是说给你吃粒糖这么简单 是会奖励500万 相信很多人听到第一时间都会和井仔一样 就会觉得有没有搞错 停电啊 停电应该你赔钱给我的啦 我冰箱的东西没了臭了哪个计 我家里养的那缸金鱼 钉了一只鱼 怎么计算呢 估不到小市民不单止没得着之外 还可以见到电力公司得到奖励 究竟制度和机制上是否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稍后和大家慢慢去看 接着第二单新闻就是关于 原来有些去了英国的不正常暴徒 他们在英国继续以香港人的身份 上演着他们的猴子戏 当中我们的政经事务局及库务局局长 许正宇出席倫敦金融峰会的时候 遭到这些香港人是拦截住家车 还在说那个香港人的身份 是一个被香港警方追缺的人 梁振英亦有发文去说 这些又是洋人的把戏 稍后和大家去看看 因为本身这单新闻 其实是绝对有条件 可以成为一中 令到英国丑出国际的丑闻 不过很可惜 往往一些抹黑的机器 都是由西方国家所掌控着的 所以对于西方国家 他们自身的黑点 他们当然不会开着那部宣传机器 去宣传自己的黑点 不过不要紧要 英国不说 和媒不说 那就等我们去说 跟大家一起 稍后看看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 订阅 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素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记得按下隔离的小钟仔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港岛区的地区 凌晨时份停电 民建联的立法会议员梁熙 在今天19号就说 幸好这件事就发生在夜晚 如果发生在早上的话 就会有更大的影响 事件是单纯属于电力公司的僥倖 现正了解事件 有新消息的话 就会再去交代 然后被问到 因为港灯大幅加价 如果你是住在港岛区的话 你一定是感同身受的 加完价之后就立刻停电了 究竟可不可以接受呢 然后梁熙就爆料 他就说 利润管制是需要去检视的 现时一年发生停电 如果重新启动在60分钟里面的话 电力公司是能够获得500万的奖励 梁熙自己也反问 停电不需要惩罚反而有奖励 究竟是不是合理呢 直言 电力公司稳定供应 其实是他们应有的责任 停电重启不应该获得奖励 他就承诺会继续跟进 工联会的立法会议员 吴秋筆也说 在昨天停电了40分钟之后 他自己都一直在等着港灯的交代 但是去到今天中午的时候 都没有任何讯息 对此表示遗憾 他就说 港灯的态度是不能接受 香港的电力需求 和市民生活要有保障 不能够有失 特别是长者和医疗 没有电力会出现很大问题 虽然可以想象下 正常来说 没有人说会在凌晨时分洗肚 但是如果有长者在家里洗洗肚 电停了的话 究竟会不会对长者身体 造成了一些不好的作用呢 因为滲透 即洗肾那些都是 牵涉到滲透 如果你突然之间没有电的话 没有电给一个额外力量 把那些污漏东西滲透出去的话 那反过来 可能那些污漏东西滲透 进去的神都不顶 所以停电这件事可大可小 真的随时会间接令到长者 他们的器官进一步衰竭 所以就认为港灯要有交代 另外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郭伟强 也说 有不少的范围停电接近了一个小时 按照协议 三天内就要地球报告 大家都知道那些报告 就不是我们小市民看的 虽然说有三天时限可以交报告 但需要即时交代这件事 是港灯的责任 虽然就没有协议写到名要 但这应该是叫做不成文的规例 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好 大家要知道公众是有知情权的 所以就算你份报告还没写好 你都要派个人站出来向公众交代 究竟第一时间发生了什么事 另外郭伟强他也说很担心 因为在凌晨时份很明显 大家都不会用太多电 你最多开着冷气睡觉 明明用电都没去到高峰期 就已经发生事故了 质疑如果去到用电高峰期 例如今晚的八点再不是 去到迟些再热点的时候 去到六月七月八月的时候 究竟是否又会再出现进一步的故障呢 亦都说 港灯加了假之后 市民对于他的服务有所期望 是合情合理的 不抽筆亦都说了 要主动交代 不要说要人踢才懂得动 新闻就来到这里 立法会议员不说 都不知道原来制度就是 做错事 但能够即时补救就会有奖励 但反观 如果你平时没有做错事 代表了你不能将功补过 亦都不会有补贴 其实这个制度 不是说真的100%不好 不过 容易招致到濫用 好像团圆天那次 电线烧到融融烂烂 初期时就说 黑暴又不知道怎么打烂电线 最后经过数个月的排查 就发现原来是他们的基建老化 然后计算不了用电的高峰期 复货不了 所以就着火了 然后就开始烧 烧到整条桥都塌了 好像这一类的停电的话 就算能够在半个小时内 重启也好 我都觉得是不应该有奖励 是应该要有惩罚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其实是属于 电力公司自身的失误 他的维修不好 他自己计错了 所以就搞到 条桥烧烂了 融了 对不对 好像这些 就算他能够 弥补到自身的过错也好 根本就不应该给任何奖励 究竟什么人或者什么事件 才值得重启电网有奖励呢 都有 例如好像说 今天12点的时候 中午12点 又说打风 天文台又出了报告 沙田那里又说被风吹到 跌了一块板 又说整双图人 屯门马路那里 就直接一块太阳能板 就飞了出来 就弄了路人 如果你说是天灾 例如是龙卷风 弄到变电站爆炸 又或者是有人开车 不小心撞到下去 弄到变电站爆炸 这些就真的 没得怪电力公司 相反 在这些你根本 预计不了的意外之下 你能够派出一些 很特别的高级员工 出去维修 换零件的话 这些就值得 所以 奖励都是要有机制的 你要分得清意外成因之后 才可以看看 究竟有没有奖励 而且奖励 都不能单方面 给港灯公司 例如 对于那些 维修的员工 可能会有额外的奖金给他 当然 如果你的维修超过一个小时 就不会给 但如果 一个小时内搞定 就给钱 还有那些维修零件 可能出来的车马费 都可以用500万去承包 当然 如果不是台风导致变电站爆炸 可能是有人开车 撞了下去的话 这些当然事后 都要民事起诉他 看看那个人 他后面的保险 究竟能够 能够 到多少 如果你不分场合 不分调查 原来你日久失收 不处理 处理好 都会有奖励的话 你怎样叫港灯去处理好 他们平时日常的维修安排 是不是 他们都会去想 就是说 不要紧要 这个 即是换个皮 很简单 电线换个皮 一个小时搞定 不要紧要 有它坏了 坏了之后才去换 到时 还会有政府补贴我们 这样就更爽 是不是 为了杜绝这种状况 当然 就不可以说 500万乱派 是不是 真是梁熙不说 我们都不知道 原来纳书人的钱 是这样用来奖励人的 那我都要说 有点点兴幸 即是叫做 自己活在九龙区 中电相对加电费 就没加得那么夸张 就加一半左右 然后港灯加成一倍 这头加完电费 转过头 你就和我玩停电 还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次的停电成因 是很神秘的 之前团圆天那次 是说 好多人有拍片 你上网看就看到 你不用写报告 我都知道哪里出事 接着就迟云山 近几个月 九龙东 也有一次 是不断电压罩缸 我家 都有几盏灯 斩了好几次 不过好彩 家电路的火牛 就质量还可以 所以就没有 直到关机 那时也有迟云山的人 拍到变电站爆炸 还拍到 很多天雷在附近 但是这次很奇怪 港岛区出事的话 是没有人拍到任何火光 接着也没有任何人 见到龙烟 没有闻到糯米 然后港灯隔了13个小时 都没有交代 如果你说正常是基建故障的话 其实交代就交代 对不对 你看看 别人中电 整条桥烧了 都是这样 你说 变电站出现了少少事 你就说出来 但是现在还没交代的话 真的有些疑问 到其时 不知道会不会成为 一些阴谋论学者 就说 可能有外星人来香港 拿电 所以港岛区 就会停电 搞笑话说到这里 跟大家说一些正经事 其实大家要知道 独家生意 究竟是代表了什么呢 如果你有玩过大富翁的话 你就知道电力这些 是属于公共事业 是政府特意批出特许经营权 给电就让他去做独市生意 电来说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 不是说这一个钟 不是说这半个钟 这15分钟 不是说这一分钟 是说就算是0.05秒也好 你都要保持电力的稳定 因为你说普通灯泡斩两斩就算了 但其他那些 不是说这么简单的电器 其实对电是很敏感的 例如就是说 电脑再不是就是一些商业用的伺服器 如果你是做文职的话 你就明白了 可能打了份计划 所以啪一声跟你说消失了 备份不及的话 你真的想打烂电脑也有可能 就像我这样 其实我也试过拍拍一条片之后 突然之间 那我就不是因为停电 因为其他的事情 是令到这条片没有了 我都生气到火都来了 其实都是同样道理的 而且就算你说不计个人做功课那些 对于一些 例如交通灯系统那些 你的电一停了 然后到期时要重启的话 就未必有那么快 可能要等过5分钟 10分钟 才能够重新启动到系统 还有大家都知道 养鱼养蝦那些 养气就一秒都不能停 你停半个钟 有某些特别矜贵的鱼和蝦都会就这样走 所以你每次停电都很大件事 而且你停电的话 就伴随着电梯一定会停 然后你报警 叫消防署去救人 那我估计消防局就算停电都好 应该会和医院一样是有后备的发电装置的 但是就算消防能够顺利出车都好 都未必代表他们能够和控制台顺利沟通 因为晨早新闻的时候都和大家说过了 有些人是说他们连打电话发信息都发不了出去 我就当发射台用无线电沟通 最后都报导个地址给你听就说 哪栋哪栋大厦你就可以去救人 那里连电梯 但是最恐怖的是什么呢 在夜晚的时候 街灯没了 交通灯都没了 你只是靠车头灯的话 你能看多少路呢 还有就当你看得很清楚 但可能有些发鸡蛮的司机 就不小心撞到消防车那里 到时一撞了车 你又没得等 你又没得走 你的消防车 然后就要等警察过来处理件事 然后 然后 周围都没交通灯的时候 警车是否能够顺利赶到呢 到时 随时又再炒到一转车的 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强调香港是一块福地呢 因为如果停电这件事 发生在早上11点的话 恐怕 就是说每个人都起床上班 那些电梯 整天都会有人搭的时候 一定会是灾难 首先 路面交通瘫痪 然后 幸好是晚上11点才停 你那些铁路 如果到时 地铁没有电 然后又停了人在 你真是消防局 你全香港的消防局 也好 肯定都不够人帮忙 还有到时 因为 那些道路 没有交通灯 很难有即时指挥交通 还有 最重要的是 你一旦停电的话 你夜晚晚可能 那些不法分子睡了 但是 如果 去早早的话 那些不法分子 每个都起了身的话 他们一定会想到 你停电就是代表了什么 你停电就是没有闭路电视 没有闭路电视的话 就是说 只要你跑得快 就好世界 还有当时 警察都应该 很难是说 抽身去处理到这些案件 因为当时 恐怕 就是造成人命伤亡的案件 当然是优先要去进行够治 所以 真是幸运在凌晨时份 出现这件事 你在平时 十一二点出现这件事 没有人命伤亡才是奇迹 我自己会这样想 还有 香港一直都有跟内地去谈 引入电网 又或者引入核电 这个问题 不知为什么 最近 香港的所有垄断生意 特别多问题 以及故障 港铁又是这样 然后中电 又是这样 不知道 是不是要引入竞争 他们才开始跑得肉 因为有时候 你独市生意 独市了很多年之后 你的确会是怠慢 其实那个状况 就有点像 上网服务 我最近 帮自己手机上网 续约 周围价过价 看到 每个都把价钱 压得很便宜 很多钱 就有很多激用 其实就是因为竞争 你试一下 手机上网 家里宽频上网 只有一间供应商 你看看 还会不会有 78元 98元 那些 很明显 就会跟你说 你手机要上网 最慢的 都要200元 你想正常一点 都要三个水 然后跟你说 如果你家里要光纤上网 光纤很贵 起码 1000元 有时候没有竞争 就会令到他们 完全不怕 你够僵就不要用电 再吵 不准电 会有类似的感觉 还有 政府一直以来 对于这些 独市生意的管制 在我们小市民眼中 其实都不够眼气 是不是 好像港铁 你喜欢加价就加价 行了 要罚你就罚你 然后 团圆天停电的时候 根本政府都没有帮小市民 去追讨 就是说 我的牛扒冷到烂了 我的牛扒全部用不了 吃不了 怎么赔 政府都不帮手 仿佛就是说 政府对着这些 独家生意的人 好像人家才是 大佬 我们政府才是 低声下气 帮人倒水跑脚的 小弟 但反过来 你想想 当时免费电视牌照 又有无线 又有亚氏 亚氏当时 为了保持自己的牌 又说跳舞 又搞东 又搞西 所以有竞争的话 就反而变成 政府才是大佬 一旦没有竞争的话 政府就真是做小弟 不过关于引入核电 这件事 香港市民都会有点害怕 因为 每个人的知识水平不同 而且 有时候大家都会被形象吓 例如福岛 赤尔诺贝尔 令到大家 闻合色变 不过 现在科技 其实就很进步 如果将来 国家能够处理到核聚变的科技问题 可能将来大家用电 不用钱都没问题 不过这些 会牵涉到 对于石油产业的利益链 除了是钱之外 也有很多政治的纷争 不过作为香港人 其实就不需要理你核聚变 还是核裂变 最重要的就是要稳定 和便宜的电 其实都不在意你是不是独市生意 最重要你不要停电 还有不要转个头 和我说你会加一倍电费 接着就去到下一宗新闻 揣途去到英国的反中乱港分子 又上演猴子气 许正宇就在17号出席 伦敦金融城2023年的全球峰会 约了全世界大约2000名的参与者 去探讨商机 居然有香港示威者 拦着许正宇和香港官员的车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都在社交媒体发文嘲讽 这些所谓香港示威者 就是被外光佬没有的猴子 梁振英真是这样说猴子 我照样读出来 据了解 这次在伦敦搞事 就是一个叫做好伦舍北区教会的组织 大公报在19年底就踢爆了他们 是由一个叫做陈的 叫做陈凯兴成立的二端教会 在19年的时候 异常活跃 煽动了长者 造成人欲碾场 阻止警方执法 又派所谓守护队进入理工大学 援助班暴徒 假借宗教豁免 误导公众违反禁蒙面法 最重要的是 考纳明目去筹款协助黑暴 警方在2020年底 拘捕了这个教会的前女董事 和一个前女员工 怀疑有人是以宗教和支持年轻人为名 在众筹活动当中 涉嫌诈骗和洗黑钱 隐瞒了超过1800万款项 警方正在通缉案件的主佬 以及已经离开了香港的董事 就是这个陈凯兴夫妇 其实如果你够胆拦车的 那你不如就回来香港拦截下 看看回来香港你还不够胆去拦 许局长的车 你够胆拦的或者你够胆回来香港的 就当你叻 其实现在还要玩这些低等的把戏 就真的很无聊 你拦着他的车 你想怎样 是不是要要求许先生 签署份声明 就说 等你无罪释放 回到香港没事 这件事其实不会令香港的官员丢念 相反 令到英国丢念 原来是这样的 有些逃犯去到英国都算了 英国你不执法都算了 原来可以这么任意去拦截香港官员的车 然后英国的警方 是没有进行行动的 如果数回一年之前 万一那个是安倍晋三 万一拦车那个就是那个不知道什么人 到其时 英国他们的安全系统 安全制度 就让大家看到 原来是犹豫没有染鸡笼的 即是会和大家说 但凡有些什么官员来到英国 所有人不喜欢去的人来说 这个就已经是你们的最大机会来的 还有大家看到 一个 被香港警方追缺的人 居然可以在英国 光明正大去做这件事 英国是什么 就是逃犯天堂 根本英国容许这些木无法纪的人出现 其实就应该要将这件事搞大 要让大家去知道 究竟英国有什么法律漏洞 以及要让大家知道 原来英国的安全系统是这么低的 英国还好意思 又说反对19年的逃犯条例 对于许正宇来说 他被人拦截 他不会没有面 最多迟到五分钟 但是 在一个这么国际线的金融峰会 居然是被这些流民 被这些逃犯阻倒的话 身为东道主的英国就应该要找孔娟 不过很可惜 英国的政客 和香港的黄梅 就比较无耻 见到有英国的坏东西 首先不知看不到 不懂看不到 总之逢这些新闻 他们就不会宣传 而且这件事肯定就没有想象中 单纯的恶作剧 拦下车那么简单 因为你想想 当你拿着1800万 去到英国的时候 当你能够成功走路 正常来说 你应该要隐性埋名 不要被人找到 如果个个都知道你拿着1800万 在英国你猜你不怕吗 而且你拿着1800万 你都会觉得 我身骄肉贵 我怎么会跟你去做这些事 你说我烂命一条 就说跟你去截车 我有1800万身家 我不天天去阳光海滩 然后跟你截车 所以大家想想 这件事 随时就是说 这对异端的夫妇 就是白手套 后面 有金主 跟他说 我给你一些利益 你就去截着 他们的车 而且大家要知道 去截着这些车 其实并不简单 你想想 你不是一个内部人士 你没有资讯来源 你怎么会这么简单知道 来的2000位奔客 个个都有头有面 个个都坐私家车 对不对 你说许正宇在香港坐什么车呢 你应该可以在网上找到许正宇的官方车牌 但是去到英国你应该不知道 这样都被你找到 这样都这么容易 就可以被你拦截到车 你信不信 有没有这么简单 对不对 我自己就不会相信这些天真的事 所以这件事 貌似就是说 很简单的事 但实际上 会不会 背后还有更加多的阴谋呢 因为你这么容易截停了车 再在英国 一个这么乌尼妈叉的地方 你是真的可以请人 叛叛的开火 到时会演变成什么的状况呢 所以我确实替一些 离开了香港去其他地方执行公务的官员有所担心 会不会这次是一个警示告诉你 大家都知道你在这里 大家想找你随时找你 这些可能我自己想多了都不定 好了 今集节目就来到这里了 真的要说一声不好意思 因为我是终极不舒服 我是顶着了很多的压力去做这一集 因为身体真的很不够 我想可能 出完这一集之后 究竟今天再出不出第3集 或者有没有 可能去医院那里 看一看 好了 不知道 我真的保证不了 今天还能不能出到第3集 总之出了这一集 好 拜拜